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张试卷都有 主要出的是那个后边那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但是你注意啊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跟后边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这是个整体 它都叫会计调整 所以说呢 这都是重点内容 我们先看本章内容题 本章完整解析了三大块 会计政策几期变更 会计估计几期变更 还有一个是前期差错更正三块 关键考点集中在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 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 怎么区分 第二 追溯调整法 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这个呢 咱得插一句话 那个会计政策变更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是追溯调整法 这个一般是必考的 第二个是 未来适用法 这个方法其实是没什么可做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确是方法选择之一 对于追溯调整法 未来适用法怎么挑 这是个关键点 适用条件 而会计估计变更 只有一种方法 叫未来适用法 会计估计变更 没有追溯调整 因此它的重点就是报表怎么披露 前期差错更正这块呢 要完整的知道它的账务处理 历年考题 这一章还是考客观题比较多一些 2019年的单项选择 考的是会计政策变更界定 多项选择会计估计的界定 判断题是前期差错的 政府补助退回的会计处理 20年的单选 考的是会计估计变更的界定 多项选择是前期差错更正的指标计算 判断题是会计政策变更的界定 21年的单选是会计政策变更界定 多项选择是会计估计界定 判断题是前期不重要的差错的一些处理原则 来吧 先看头一个什么叫做会计政策 以及什么叫做会计政策变更 还有政策变更 这样怎么去做 政策到底是指啥 就是企业在会计的确认计量报告中 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方法 会计政策我们说的通俗一张 就是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话呢 目前来看是一个基本准则 42个具体 总共是43本 当然我说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现在人家政府会计呢 人家也弄了一套准则 那是人家的行为准则 我们在这呢 因为主要是说企业嘛 这些都叫会计政策 记着啊 这些都叫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简单说 就是会计准则 这儿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般所提到的会计政策 主要指向的是具体准则 你想收入准则 所得税准则 会计政策变更准则 对人家是指向特定专门业务的 这种情况下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政策 那这个基本准则啥时候用啊 是因为他经济生活里面 经常有一些新生事物 在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呢 那个具体准则还没有来得及制定 知道不 就是还没来得及做出来呢 那他也得知道啊 这个时候用基本准则去知道 等到针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具体准则 制定出来之后 基本准则才退居二线 从这个角度来说 基本准则它是个替补的角色 反正不管怎么说呢 基本准则也算是会计政策 记得啊 看这句话 企业采用的会计的计量基础 也算会计政策 会计准则体系涵盖了所有的业务 有些业务的话呢 如果没有具体的准则相对应 那怎么办呢 你就先用基本准则来规范 等到有了具体准则之导 再重启规范 意思就是呢 基本准则其实就是个替补的角色 再来看会计政策的应用的一些要求 第一个 企业在国家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政策中 选择自己适用的政策 这什么意思 国家通常会给你规定 这件事有几种政策 你根据你的需要 根据你的特殊性要求 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会计政策 这个政策在选择时 要求什么谨慎性 实质重于形势 重要性 这些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还有选呢 难道不是说是给着一个你就用吗 不是的 比方说存货的发出计价 存货的发出计价 有四种方法可选 实际成本法下 先见先出法 加权平均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个别计价法 四种方法 这四种方法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出计价政策 这就是刚才说了 我给你规范的这个政策里面 有一些可选的范围 当然有些只能用着一个 有些是可选的 那你在选择你的会计政策时 要注意它的重要性 实质重于形势 谨慎性 了解一下 第二个会计政策 是会计核算的基础 这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 会计政策主要指向的是具体会计准则 具体会计准则就是指导具体业务的 是专门针对特定业务的具体的行为准则 它当然是会计核算的基础性的指导了 第三个为了保证一贯性前后政策要一致 这个一贯性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可比性 可比性原则就是前后期的政策要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这个口径纵向可比嘛 纵向可比就是前后期的政策 比方说长期股权投资 你今年是成本法 明年还得是成本法 不然的话那数没法对 但是在这有一个问题啊 是不是说我为了保持纵向可比 我的这个政策定完之后就永远不让改 没说不让改 在规定条件下按规定方法改 这样做的话呢是可以的 而且这样做不仅没有违反可比 它恰恰遵循的就是可比 比方说母公司对资公司长投 在06年之前一直用的是权益法 06年之后改成了成本法 它不也改了吗 改的话呢 人家要求把以前的所有的权益法都追成成本法 这样的话呢 保持前后期的政策维持一个标准 这不就是纵向可比吗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它不让你随便改 你按照规定条件 规定方法改 不仅没有违反可比 它反而遵循的就是可比 了解一下 走 来咱们再来看会计政策变更 什么叫做会计政策变更 通俗说法就是 同样一件事 以前一个政策 现在换了个新政策 必须是针对同样一件事 以前一个政策 现在换了个新政策 对 这叫会计政策变更 对相同的交易事项 原来的政策改为另外一个政策的行为 就叫会计政策变更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最早的06年之前是权益法 然后在06年之后改成的成本法 这不就是同样一件事 以前一个政策 现在一个新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改呢 第一个 法律 法规 国家统一 要求变更 你注意啊 这个的话 我称之为叫官方强制 官方强制 咱们国家主要是走这个路子 所谓官方强制 就是自上而下愣推 到目前为止 咱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会计这块折腾了最起码有三到四次大的调整 我现在呢 给你展开一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 会计的改革的路径 来看题板 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计改革 也就是会计政策改革 发生在我大学毕业的1992年 本人是1988年大学本科第一年 然后学了四年 1992年毕业 在我毕业的瞬间 在我毕业的瞬间拿到学士学位的一刹那 财政部发布了两则两制 通过中央电视台 当时的播音员是刑志斌女士 晚上七点 头版头条 新闻联播啊 财政部执行两刀两制 你知道宣告什么呢 宣告我学的四年的会计 彻底嗝屁了 我出场就是废品 知道吗 因为我们学了四年的苏联会计 苏联是在1991年嗝屁的 所以说我们学的都是废品 固执队 在1992年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正式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 推向深入 然后我们会计作为经济活动的先头兵 可以说是先锋 要首当其冲改 第一次改就是拿我们下的手 两则两制 可以说呢 这次改革的话呢 是风生水起 地动山摇 我当时刚毕业 刚当老师就去外面培训 那个时候只要一说培训新会计准则 一来就是2000人 那就跟那个村长开会一样 那时候底气也足啊 也没有话筒 就这么愣喊 同志们 下面我们开始看梁子梁子 就这样喊 那是第一次打过我们的修改 我当时亲眼看到了 整个会计界的地动山摇 很多人的话呢 因为这次改革跟不上时代步伐 而离开了会计队伍 当时的最直接体验就是 改用借贷记账法 原来可是收复记账 增减记账 借贷记账三种方法 那么从这开始改成 只用借贷记账法 这就我们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改 第二次 1998年 这次修改的话呢 叫股份制改革 也叫股份制会计制度的推出 股份制会计制度 1998年 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叫利宁教授 当时他的外号叫利股份 我们的中央领导都是听他的课 然后全面推行股份制改造 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 会计作为先头兵 马上推出叫股份制会计制度 你注意啊 那个时候咱们国家 还没有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呢 准则的话呢 目前是当时在慢慢的建立 1998年 当时推出的这个准则 有一个叫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对 就是现在你现在恨得牙根痒痒的 长头就从98年诞生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会计准则是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零星的开始出来 没有形成体系 当时还叫会计制度 1998年 推出的是股份制会计制度 请注意 在1998年 当时我们国家的制度是行业制度 什么意思呢 干银行呢 叫银行会计制度 干旅游的旅游会计制度 干餐饮的是餐饮服务业会计制度 你看见没有 它是一个行业一个制度 那个时候会计是壁垒分明 我干工业会计的 我干不了商业会计 你干商业会计的 你干不了我的工业会计 咱们俩的话 会计是不通路的 那个时候有个鄙视链 你知道 工业的看不起商业的 商业的看不起预算的 没错 那个时候的话呢 会计就是分各个行业 各个怎么说体系 一个人一条道 你想想都不可想象的 会计作为一个交流手段 谁和谁都是不沟通的 那么1998年的股份制会计制度 它的历史意义在哪 那么98年的股份制会计制度 就是我们现在的会计的一个雏形 基本上就搭建好了 这是98年 第二次大规模的修改 第三次是2001到2003 这次大规模的修改是什么呢 叫企业会计制度的推出 对 叫企业会计制度 哎 等会儿 这个和刚才的股份制会计制度 有什么区别呢 我告诉你 没有定语了 没发现吗 它就叫企业会计制度 也就是说呢 从2001到2003年 我们终于打破了行业会计之间的界限 将所有的企业的会计 统一到一本书上 叫企业会计制度 这可是以当时的1998年 推出的股份制会计制度演变而来 应该说呢 这个历史意义 与当初的秦始皇什么统一度量衡 有相当的历史的同等功效 对于会计界来讲 就是一个统一度量衡的过程 2001到2003 注意啊 这是统一会计的各个行业的制度 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修改 第四次 2006年 2006年的话呢 什么事发生了 2006年 会计准则体系正式上线 不对啊 原来不就有嘛 注意啊 原来是准则制度并行 那么在2001年到2003年 企业制度统一之后的话呢 从2006年开始准则体系正式完备 准则体系完备之后 制度将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这个制度是什么东西啊 制度就相当于是准则解释 从2006年开始 准则体系正式完备 而准则解释上线 而准则对应的那个同步的那个制度 将退出历史舞台 就是说呢 01到03年的企业会计制度 在06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我说的退出是指的 国家不再公布统一制度了 06年的话呢 从这开始就只公布准则 和准则体系的一个重新再建立 包括这个制度的话呢 其实就是准则解释 就没有制度了 06年就没有制度 只有准则 06年的话呢 是准则体系的全面建立 和制度的全面退出的一个历史瞬间 看见没有 一二三四四次大的修改 在整个的修改过程中 我是全身参与 我一直在一线教学 我是亲眼看到咱们国家的会计制度 是突飞猛进 可以说呢 非常的激动 每次讲到这样的话呢 我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激动 因为激昂旁派 整个改革开放40年 我的体会就是会计 不断的改 不断的改 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往上走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 这些既然啊 都是国家强制修改 你想想我的讲义多辛苦啊 这整天没事就调啊 我这张会计底子 全是自己学的 全是自己学的 因为我92年一毕业就废品 全是靠自学 因此自学非常非常关键 总之 法律法规国家统一制度 要求变更 是官方强制变更 自上而下 我刚才讲的那四次 都是自上而下 这几十年来 当个会计是非常辛苦的 每天学新知识 你两年不学 你就发现有30%是落后的 你五年不学 你就不认识我了 知道吗 你就不认识我了 这是第一个 官方强推自上而下 第二个 会计政策的变更 可以让信息变得 更相关 更可靠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叫主动变更 主动变更 这种事儿 忒少了 你见哪个会计主管 没事就想一想 哎呀 我们这个政策 是不是要改一改 改完之后 可以让信息更可靠 更相关 我告诉你啊 改会计政策会死人的 会累死人的 因为改政策相当的辛苦 我一个学生啊 就是因为单位改了 一个会计政策 就是把那个建工企业的 那个目测法 改成了成本法 整忙活了两个星期 直接就一头栽在了 电脑面前 差点死过去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主动变更在实践里面 一般来讲是比较慎重的 我们目前国家主要 操作的路径 就是官方强推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这是两个修改 两个修改 我们再来看哪些情况 不算会计政策并更 第一个是当期发生的和以前有本质区别的全新业务 用的是新政策 比方说我租一个设备当初是短期租赁 我当初租它是短租 后来我改成长租了 虽然我租的是同一个设备 但是此租非彼租 这个业务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改变 它的政策也会出现新的调整 这个和政策变更打不上 这个属于新事物 用新政策 第二个 初次发生用的是新政策 这个业务以前没有过 刚来的 那在这直接配的是新政策 这个和政策变更打不上 政策变更要求的是同一件事 同样一件事 以前一个政策 现在一个政策 对这叫政策变更 第三个是 的确是同一个事的前后政策不一致 也就是说 它的确是会计政策变更 但是这个事它不重要 按照重要性考虑 可以不做政策变更处理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它的确是政策变更 但是因为这个事太次要了 我不知道按政策变更做 简化处理 就这个意思 三个情况 看一看 看看这个题 谁是会计政策变更 寿命有限的无形死产 摊销期十年变六年 这是会计估计变更 老五合同的完工进度的 确定方法 按照由 已发生成本 占总成本比例 改为已完工作测量 这个是估计变更 固定死产的净残值率 7%改为4% 这是估计变更 这个估计到底是什么东西 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 会计估计简称会计蒙 不是 我买了个车 能跑多少年 是不是得蒙 我买了个车 到时候残值 是不是得蒙 我这个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是不是得蒙 这些都是会计估计 刚才说的 全是会计估计 这个变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寄来模式成本转公运 这个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只有第十 再看这个 谁是会计政策变更 固定死产折旧方法 直线法 改年数总和法 固定死产的折旧方法 整体定为会计估计 因为折旧方法就是估嘛 估折旧的一个方法 在这儿 从某一个折旧方法 改为另一个折旧方法 这叫会计估计变更 无形私产的 摊销期十年变六年 估计变更 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先进先出 改移动加群平均 这是政策变更 因为存货的发出计价 属于会计政策系列 成本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净残值率 有5%调到3% 这个是估计变更 C是政策变更 知道什么叫会计政策变更了 我们再来看 它如何进行 所谓的改变它的账务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 最根的 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叫追溯调整法 这个方法叫刨根问题 怎么个刨根问题呢 我给你刨一次 看这儿 比方说 A公司买了 B公司80%的股份 也就是说 A是B的母公司 B是A的子公司 A对B的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注意啊 06年之前 它这个投资用的是权益法 比方说是2000年初投资的 那从这开始一直是权益法合赚 然后到了2006年初 咱们国家会计政策改了 改的话呢 就是母对子的长头改成什么 改成成本房 你说追溯调整怎么追 所谓追溯调整 就是想象一下 当初最早的时候 你用的就是最新政策成本法 那么你算到了06年初 应该达到什么指标 调到那个口径 就叫追溯调整 这能怎么调呢 你看你曾经做的都是权益法 对吧 你现在想象一下 如果这段时间 你用的是成本法 那么算到这应该会得到一个什么数 和你现在得到的这个 目前事实的这个数去对比 把目前的这个调到 我应该得到的数 这个过程就叫追溯调整 来看一遍 所谓追溯调整 是对某项交易事项变更会计政策 视同它刚开始用的就是最新政策 并以此对财报相关项进行修正 视同此业务从一开始用的就是新政策 并按照这个思路 把以前的旧政策的所有的指标进行翻新 这个过程就叫追溯调整 什么叫未来事用法 这个方法叫既往不咎 所谓既往不咎的意思是 以前的那个旧政策 我就摆着不动了 从现在开始 以后用新的 新旧的话呢 这里面其实衔接会出现漏洞 严格来讲 未来事用法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者说呢 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在改了新政策之后 直接在改的当期和以后用新的 以前旧的是不动的 不调的 不追的 那这么说的话呢 要较真的话 你这个方法是违背了可比性 未来事用法是说 变更后的政策应用于变更当天和以后 或者在估计变更当期或未来期间 估计变更的影响方法 诶 这什么意思 怎么还扯到估计变更了 这个得说清楚啊 会计政策变更可以使用未来使用法 会计估计变更只能使用未来使用法 你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既往不咎的方法 既适合于会计政策变更 也适合于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只能用未来使用法 那要是会计估计变更的话呢 就是说你改了估计了 从当期和以后按新估计做就可以 以前的旧估计是不调的 就这意思 但是我们这讲的是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未来使用法是说 以前的旧政策就摆着不动 从当期和以后按新政策做就可以 这就叫既往不咎 到底什么时候用哪个方法呢 首先从严谨的角度考虑 当然追溯调整法是最没得挑的 未来使用法严格来讲是错误的方法 那这个错误的方法为什么还存在 是因为有些事是追不出来的 你只能用未来使用法 你应该说它是个无奈的选择 第一个 按照法律规章制度要求变更政策的 就是官方强推改政策的 怎么办 国家如果明确说了怎么衔接的 按国家说的做 国家要是没说的按追溯调整做 你看还不如国家说的 国家说的话呢 可能还捞着一个未来使用法 它的意思是说 官方强制改政策自上而下 你的方法是怎么衔接 国家说让你怎么衔接 你就怎么衔接 国家没说按追溯调整法 国家一般都是追溯 第二个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 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变更会计政策 是主动变更的 你闲得没事干 改改政策完 好 那你必须要追溯 必须要追溯 将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调整到前期猎豹最早的流存收益 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出数和猎豹前期 披露的相关数据一并修正 但确定此项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这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主动变更会计政策的必须要追溯 能追多早追多早 追不出来的话 那就别追了 用未来使用法 第三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 对前期猎豹影响算不出来的 就是追不出来的怎么办 准则说了 应当从可追溯的最早期间的期出 开始应用变更后的政策 简单说呢 就是能追多早 你就追多早 当期期出确定会计政策变更 对以前期间的累积影响不切实可行 就采用未来使用法 这句话我给你翻译成人话 第三句话是给会计工作者找台阶下的 就是如果你追溯调整追不来 准则说了 能追多早就追多早 如果你实在追不出来 准则说了就别追了 用未来试用法 还是这个 这个都挺好商量 但是这条不适合考试 人家这道题呢 让你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账目处理 你不会做 然后你在卷子上写上一个重大提示 各位判卷老师请注意 因本人能力所限 实在追不出来 按准则第三款之规定 追不出来就可以不追 采用未来使用法 而未来使用法又没账可做 所以本题不做 特色生病 进去原量 拜拜 这属于拿考试开心了 是不允许的 这句话 只适合于实践工作者 真的追不出来的时候 可以不追用未来使用法 那咱追一个试试吧 看这道题 假公司17年底 买了一栋商务楼 入账成本 3030年使用期 没残值 在18年初 把它另给了一公司 等会你买的话呢 就是奔着出租去的 所以说买的当时 就是投资性房的产助 18年初 不都另出去了 另给了乙 成本模式计量 直线法折旧 直线法折旧 一年折旧应该是100万 一年100 没错 税务上的话呢 对它的成本口径是认可的 在19年初 房产市场交易成熟 具备了公允模式的计量条件 当然如果公允模式 具备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转公允模式呢 也可以选 你也可以不用公允模式 我们在这的话呢 假如它改成公允模式了 那就是政策变更了 19年初啊 这个楼的供应价是3100 3千亿 假公司按净利润的百分之时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所得税 税率为25% 来来来 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啊 那等于说 它哪一年用的是成本模式 2018年 用了一年的成本模式 在19年初改成了公允模式 没错吧 这是会计政策变更 追溯调整怎么追呢 就想象一下 当初在18年用的就是公允模式 你应该怎么做 问题是 它做的是成本模式啊 你得把这件事成本怎么做的 公允怎么做的 找出它的当时的分路 和应当按新政策做的分路 找寻它的差异 就是追溯分路 说的在通俗点 怎么追啊 很简单 原来怎么做的 做一遍 应该怎么做的 做一遍 找中间的差距 上 那你当初成本模式 你咋做的 先说买 买楼 借投资性房地产三千 带银行送款三千 公允模式怎么做 公允模式是借投资性房地产 加了个明细账 看见没有 加了个成本明细 带银行送款三千 从它调它 你告诉我怎么调 就加个明细账呗 这个最简单 直接借记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三千 带投资性房地产三千 这个好挑 刚开始买的这个时候 成本和公允很好挑 后续的话呢 这个成本模式提折旧 提了一年 借其他业务成本一百代 投资性房地产 累积折旧一百 人家公允模式有三个步 不折旧 不贪消 不测减值 你这个折旧 人家公允模式是不提的 你现在要从成本调公允 就得把折旧干掉 不光如此 人家的公允模式 不折不贪 不测减值 你还得调公允价呢 你是三千买的 调到年底是三千亿 应该涨一百 借投资性房地产 带公允价值变动损一百 从它要搬成它怎么办 很简单 折旧干掉 确认公允价的增值 干掉折旧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累积折旧一百 代积其他有成本一百 增值 借记投资性房产一百 代公允价的变动损一百 这不就结了吗 上 根据刚才的比对 你可以发现 旧政策 它的支出 多算个一百 新政策应追认一百的收入 那就说 相比旧政策和新政策 中间要过度的话呢 你得充一百的支 追一百的收 那就里外里出现两百的税前利润的追加 来看一下 以前年多多支出一百 少算公允价变动收一百 最终税前利润少两百 这个很好认定的 把刚才的三个分路合在一块 你先看原价这个 走 这是一个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三千 代投资性房地产三千 这是第一个追调 那个折旧那个是这个 折旧是这个 借投资性房地产累积折旧一百 代以千年度 其他又成本一百 有个问题 为啥用以千年度啊 因为你办这件事的时间 是在二零一九年 你要追的是二零一八年的折旧 在这的话呢 你不能在二零一九年 直接代其他有成本 那样做的话 就张冠礼贷了 为了体现出 对以前的支出的修正 用以千年度损调整来进行代替 那个增值一百呢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变动一百 代以千年度公允价变动损一百 看见没有 这不三个拼的一块吗 就长这样 这是他的第一组调整分路 调整完了之后 经过测算税前利润少两百 少两百是不是少交锁的税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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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认为 此政策变更是你会计行为 不是税务行为 或者说呢 税法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我给你写下来 税法的观点是 所有会计政策变更 均为会计人员的自娱自乐行为 税务是不跟进的 真的 当然我们这个说的有点绝对 但基本上考试都是这个思路 也是大部分的实践中的真实情况 实践中税法的话 一直不理解 你会计来回裹的啥呢 整天改这个改那个 我曾经有幸被税务局请去上了一天的课 当着税务局的那些人员 讲完之后呢 那个局长的发言让我特别崩溃 高老师今天讲的非常辛苦 也很好 但是高老师讲的不是我们做的 他讲的我们都不能承认 合着我是一年的反变典型 也就是说呢 税法的观点是 所有的会计政策并更 都是会计人员的自得其乐行为 税务局是不认的 也就是说呢 你说你少算200 你说你少算200 税法说了没有 没有 不存在少交应交所得税的情况 但是在这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啊 你改政策是19年初对吧 改政策前账面计税多少 账面2900 计税2900 原来的话呢 大家都是按照一年100的折旧走啊 3000减100 这不剩2900吗 原来没差异的 改完之后的话呢 改完之后 新政策是3100入账 计税呢 2900 应纳税差异200 新增应纳税200 这是以前没有的 改政策出现了新增应纳税200 新增应纳税差异200 它这个分路应该是 代记地盐所得税负债50 借记所得税费用50 得补这个分路 但是你补的是上一年的所得税费 所以说呢 得换成以前年度 借以前年度所得税费用50 代地盐负债50 这就说明以前年度的所得税费少算50 来看一下 以前年度少认定应纳税差异200 相应的少算地盐负债50 所得税费少认50 那他的净利少人多少 150啊 你看你税费少200 锁的税费少50 这不净利少150吗 借以前年度150 代未分利润150 这个代替的是本年利润 然后在这儿呢 少提盈应攻击是怎么做的 等会儿都买少提盈应攻击的 你净利少了 你看净利少了 对不对 追人150的净利 对不对 盈应攻击追提15 借利润分配未分 代盈攻击追 但是在这儿有一个额外的要求 会计政策变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要求 它要求正式分入里面 不要出现一些年度 那你得把前面那个都得打爆 打爆之后 以前年度就冲平了 变成这样了 借投资性房地产3100 借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100 带投资性房地产3000 带地盐负债50 带未分利润150 以前年度实际上就是个桥梁中间账 当一旦把它的推导脉络分清之后 它最后是嘎齐的 这个的话呢 要不要非得合成一个 原则上是要合的 原则上是要合的 其实这两个也可以合在一起 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了135 然后这就加了个谁 盈一攻击15 来我给你念一下 合在一块怎么写 借投资性房地产3100 借投资性房地产累计这就100 带投资性房地产3000 带地盐负债50 带银攻击15 带利润分配 未分利润135 政策变更这一块呢 它要求在推导时候 你可以使用以前年的存在调整 但形成正式的调整分落 是要把它嘎平的 那就说以前年度的未分少算135呗 来看报告 因为它是19年改的会计政策 19年改的 在19年编制资产负债表的话呢 刚才这个事涉及到的19年的资产负债表 应该是年初项的修改 改谁啊 年初投资性房地产加200 他怎么就加200了 你折旧充了100 增值又确认100 这不是200吗 这边呢 DN负债加50 银攻击加15 未分加135 合计加200 年初啊 年初 另外呢 因为这个政策变更 涉及到的是18年 18年当时正好是政策的覆盖年 我应该充减其他业务成本 也就是营业成本100 追加供应价 变动损益100 最终税前利润和盈利润是加200 所的税费加50 净利加150 正好这是他的这个19年的 看19年的什么数啊 上年数 正好是18年 政策覆盖年 OK 所有的群变动表 他有一栏叫政策变更栏 年初的银攻击加15 未分加135 合计加150 完了这就 这就是追溯调整 我们根据刚才展现的过程 你会发现 所谓追溯调整 就是把同样这件事 以前的政策做一遍 新政策做一遍 找中间的差距 就是追调分路 请看第一步 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来等会儿 我们先给你指一下这个位置啊 谁是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啊 这个 就这个 在这 这个叫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会计政策 变更 累积 影响数 或者累积影响数 都对 150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150 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其实就是新旧政策在年初留存收益的修正数 你也可以理解为叫新旧政策的税后净利影响数 也对 它叫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150就是这种 这不净利吗 少150 当然它这个词啊 它是这么说的 你看 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是假设 是假设与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事项 初次发生 用的是新政策 而得出的 期出留存收益 应有数 你期出留存收益 应有数 不就是期出的 那个那个净利润的调整数吗 跟现有数之间的差额 其实就是税后调整数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是对变更会计政策所导致的净损益的累积影响 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利润分配和未分利影响 既然我调的话 调盈攻击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调以前的分红 你想刚才那个什么净利少150 那是不是以前给股东的分红分少了 要不要补分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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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不调 我可以调盈攻击调未分 如何测算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第一步 首先按照新政策重新测算当初的事项 第二个 比较出两种政策的税前差 以及它的第三步算所的税影响 然后第四步算税后影响 第五步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 在这儿呢 这个步骤 文字你看懂就行 不需要去背 在实物操作中 为了能够明确对比双方政策的一个差异 可以同时列出两种政策下的同步的会计处理 找出差异 然后是编分录 然后改报告 改报告你看到的是改几张表 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 利润表的上年数 所有的全变动表的那个年初的会计政策变更而 三张 会计政策变更 雷金还说应当包括在当年会计报告的期出的留存收益中 对比较报告 诸项应当按照新的政策来进行修正 涉及到的是期出留存收益和相关的留存收益的和利润分配数据 还有就是报表的付出说明 这个大家看看就行 关键是刚三立道题 一定要吃透它 听懂它 举一反三它 来再来看未来胜法 未来胜法不需要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雷金想 也不需要重新编以前的报告 那等于说呢 以前的旧政策就在那摆着不动 当期直接用新政策就可以 但是呢 这有个问题啊 他当期用新政策 难道你什么都不做吗 他也做一个相应的补救措施 就是我没法追 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是追不出来的 我才用这个方法 我也没法追怎么办 或者追不出来 我就在改政策当年呢 用新政策是一方面 你得在报表的付出 你给我披露一件事 就是我今年用新政策 和今年用旧政策 它得出的净利润差多少 你把那个差额给我说出来 叫新旧政策 对当年的净利润的影响数 做报表披露 这是唯一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忒low了 其实就是一个亡羊补牢式的一个补充 但它永远无法打破 未来胜法的一个致命的弊端 就是前后数据是割裂的 看一下 在未来受用法下 不需要测算政策变更的累经响 也不需要重新改进的报告 会计账簿记录和报告的金额 直接用新的 以前的话就保留原状了 以前的话保留原状 从今天和以后用新的就可以 虽然未来受用法不需要对以前的事进行追调 但是应该在变更当年变更当年变更当年去比较一个新旧政策对当期的净利润的影响数进行报表披露 你看没有 这是他唯一的要求 我再重复一遍 要不要披露他的性质啊 内容啊 原因啊 等等这些 当期和各个猎豹前期财报里面受影响的名称项目金额 第三个无法追调的话呢 要说明这个事的原因以及他的时间点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来看这道多选 下列关于会计政策以及变更的表述谁说对了 会计政策涉及到会计原则会计基础和具体的方法 没错 变更会计政策表明以前的政策有错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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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错误这个扯不上 变更政策能够更好的反映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没错 这说的是主动变更啊 本期发生的事项和以前相比有本质区别用新政策 不属于政策变更 没错 B是错的 ACD是对的